我生母活得像个工具人 皇后活着的时候 她是皇后的走狗 任劳任怨 皇后死后 她将皇后之子是做亲儿子 事事亲力亲为 我遭人陷害 她冷眼旁观 直到我不懂事 拜罚 皇兄被害 她红着眼 何人拼命 我曾一度怀疑 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直到先皇后借人之躯 死而复活了 皇后死的时候 我的生母哭得最伤心 她跪在灵堂里 哭得生死历劫 激进昏迷 如果不是婢女及时拉住 她怕是要处逐而亡 跟着皇后去了 我跪在公主 皇子里 看她被救下后 昏厥在了婢女怀里 生母没死成 但经此一遭 她腹中上足五个月的孩子没了 听说是个快成型的皇子 宫里人人叹她 和先皇后感情深厚 又叹她运气不好 皇上子嗣单薄 好不容易有了身孕 还是龙子 就这样没了 日后子嗣艰难 落胎之后 生母躺了不到三天 就坚持着下床 跟皇帝说 不放心先皇后留下的大皇子 要去亲自照顾 姐姐不在了 臣妾担心下人怠骂了大皇子 皇上答应了 她对先皇后是有几分真心 此刻还沉浸在 先皇后失去的伤痛中 生母照顾大皇子没几日 便中毒了 下毒之人是冲着大皇子去的 只是没想到 进了生母的嘴 差点丢了半条命 皇上下令彻查 最后查到了于答应身上 她是为了自己所处的三皇子 想要除掉大皇子 事情败露后 皇帝下指账杀于答应 只是送旨的太监去了于答应呢 方才发现人已经自一身亡 尸体都凉透了 三个月后 皇后的丧妻一过 我的生母 从陈妃生为了陈贵妃 大皇子交由她抚养 皇帝说 其他人她都不放心 她只放心我的生母 至于我 这会 我年仅九岁 全程旁观 我的生母 心里只有先皇后 和她所处的大皇子 根本看不到我的存在 先皇后活着的时候如此 死后 也没有改变 我的生活起居 全部都是由贴身摸摸在安排 她是这皇宫里 带我最真心之人 缘胜我的生母 生母名换许曼歌 是皇后的树出妹妹 因姨娘死得早 她自幼养在了夫人膝下 虽是庶女 但待遇同嫡女无区别 她同嫡姐许曼香一同长大 从小到大 对许曼香为命是从 就算许曼香把黑得说成白的 她也会坚定地认同 许曼香急急后 嫁给了太子 住进东宫 她为了帮嫡姐稳固地位 次年也跟着进了东宫 成了太子的良帝 太子继位后 许曼香坐上凤椅 许曼歌侧封陈平 一年后 许曼歌诞下三公主 在皇后的提携下 晋升为陈飞 我便是陈飞所出的三公主 从我既是起 我便看着她围着皇后转 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亲生女儿 皇后被算计 她忙前忙后 为她奔波 还她清白 那会我刚满两岁 亮亮呛呛地跑向她 想要一个拥抱 陈飞皱着眉 冷眼斥责跟在我身后的嬷� 没看到本宫在忙嘛 没看到本宫在忙嘛 还不快将她抱走 耽误了姐姐的事 你担得起吗 嬷嬷连忙将我抱走了 皇后受伤时 我五岁 这回我已经记事了 我看着她衣不解带 包揽了本该是工人的活 从不假手于他人 皇后痊愈后 她累得倒下了 孩子会本能地 渴望着生母的关注 我也不例外 我眼巴巴地看着陈飞 期盼她对我展露笑容 说出关心我的话语 可是没有 我无数次抬头仰望 换来无数次视而不见 只有摸摸心疼地 偷偷擦拭眼角 陈飞跟着皇后进冷宫时 我七岁了 她二话不说 跟着进去了 像个宫女似的 包揽了所有粗活 让皇后在冷宫里 活得和外面没区别 一待就是一年 我无数次偷偷去看嘛 却不敢露面 七岁的 我已经隐约意识到 我的生母 她并不喜欢我 她甚至不想多看见我 后宫其他嫔妃 表面探陈飞和皇后姐妹情深 宛若同如姐妹 背地里笑陈飞 不过是皇后养的一条狗 皇后现在拥有的一切 陈飞功不可没 若无陈飞在 皇后这性子 如何敌得过后宫的尔虞我诈 又如何诞下大皇子 保住皇后的位置 怕是早就被废掉了 这些我都听到了 八岁生辰那日 我鼓足勇气站在她面前 母妃 明容今天八岁了 她并未因此展露半点笑颜 依旧冷着脸 所以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没 没什么 我的声音也弱了下来 脸上笑容慢慢散去 莫大的委屈涌上心头 到底是个八岁的孩子 那时候的我还不擅长隐瞒情绪 我想憋住心里的委屈 却憋红了脸 眼眶凝聚泪水 没忍住掉下来了 大抵是我看花眼了 隔着泪水 我看见陈飞脸上的冷漠消失了 眼里流露慌乱 我擦掉眼泪 她还是那个 带我冷漠至极的陈飞 皇后需要她了 她没有任何犹豫 转头就走 急切不已 我的心像被开了一个口子 里面呼呼地灌着冷风 嬷 嬷嬷 母妃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我 我问嬷嬷 彼时 嬷嬷小心地给我擦着眼泪 满眼心疼 三公主 娘娘她 她也是不得已呀 可我听不懂 我只知道 别的公主皇子都能得生母的喜爱 唯独我是例外 皇后死后 我的生母从围着皇后转 变成了围着大皇子转 大皇子的一切赤穿用度 都由她层层把关 宫里下人私下里 没少拿我和大皇子做对比 你们说 这大皇子和三公主 到底谁是陈贵妃亲生的 我倒是头一次见 对亲生的不管不顾 反倒是去照顾没有血缘关系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 一个是皇子 先皇后所出 如今还深得皇上喜爱 日后极有可能 你懂得 到时候母瓶子贵 不是亲生的 又如何 另一个不过是个不得宠的公主 就算是亲生的 又如何 运气好 招一个不错的驸马 运气不好 怕是要远嫁和亲了 如何能与前者相比 这倒也是 还是你会分析 我听着这些话 扭头看向脸色奇差的嬷嬷 嬷嬷 嬷嬷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几个乱嚼蛇跟得贱人罢了 公主 你可千万不能信了他们的话 你是娘娘唯一的亲女儿 娘娘心里怎么会没有您呢 我低着头没说话 若是有我 为何对我不闻不问 哪怕只是一个笑脸 一句简单的问候也好啊 我不贪心的 一点都不 公主 娘娘的良苦用心 您日后就懂了 嬷嬷叹了一口气 牵着我的手 继续往前走 今日姚贵妃所出的二皇子十岁生辰 皇帝允姚贵妃大伴 姚贵妃便邀请了宫里所有的妃嫔和公主皇子 我也在其中 等我到了御花园 一眼看见母妃 她面前站着大皇子 脸上尽是宠溺的笑容 反观大皇子 她轻轻皱着眉 多少是不耐烦了 我走近 便听见她说 贵妃娘娘 而臣还有事 就先不奉陪了 说完 她转身大不离去 臣贵妃称笑一声 这孩子 还是这般冒冒失失 一转头 瞧见我 她脸上的笑意退去了 只有不嫌不淡的一句 你来了 我难掩失望 但还是轻轻点头 正准备找个角落待着 就看见姚贵妃迎面走来 脸上带着讥讽的笑 妹妹 不管怎么样 这三公主可是妹妹的亲女儿 妹妹这般冷漠 怕不是太过于冷血了吧 陈贵妃满眼冷意 我们母女的事 还轮不到姚贵妃多管闲事 紧接着她看向我 你且说说看 母妃带你如何 我不安地握着衣角 极小声地说 母妃带我自然是极好的 这话说出去 谁会信 姚贵妃并非真心心疼我 只是拿我嘲讽陈贵妃罢了 见此 她冷哼一声 扭头走了 陈贵妃也不再看我 我小小地松了一口气 选了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待着 这种事与我无关 我只是过来走个过场 等结束后 就可以离开了 皇帝到了后 所有人就更注意不到我了 我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 却瞧见一宫女鬼鬼祟祟地离开 嬷嬷 你看那宫女 我扯了扯嬷嬷 嬷嬷嬷看着那宫女离开的方向 对着我的贴身宫女秋容耳语了几句 秋容点点头 也悄无声息地走了 公主这次做得很好 嬷嬷欣慰地摸摸我的额头 我唇角抿出一点笑 嬷嬷 他们是坏人吗 嬷嬷点头 对 他们都是坏人 没过多久 秋容回来了 她抬手招嬷嬷过去 嬷嬷思虑了一下 跟着过去了 只是整个过程时不时回头 生怕我一个人待着会出什么意外 二皇子生辰 皇帝很高兴 大手一挥 给了不少赏赐 连带着姚贵妃也是满脸笑容 只是谁也没料到 一直安静不出风头的陈贵妃 突然脸色大变 身体软软地倒在了贴身宫女身上 喜庆的氛围瞬间变了 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我也慌了 下意识地拉住嬷嬷的手 嬷嬷 我母妃她 嬷嬷朝我摇头 公主 娘娘会没事的 这场生辰宴就这么结束 太医来了 一番枕脉后 确定是过敏导致的昏厥 万幸食用不多 若是大量食用 恐有性命之忧 我站在众人之后 担忧地看着床榻上 尚在昏迷中的女子 姚贵妃则在焦急地解释 这场生辰宴全权由她负责 旁人没有插手半分 所安排的食物应当是按照所有妃嫔 以及皇子公主的饮食禁忌来的 如今却出了这般低等的错误 那就是她安排不当 这是查到最后 只查出了一个上吊的宫女 那宫女听说是姚贵妃宫里的三等宫女 不知是畏罪自杀 还是因何而死 皇帝心情烦躁 眼看二皇子被吓得畏畏缩缩 不敢多言 更是一股失望涌上心头 最后姚贵妃因管理不当 贬为姚妃 被罚一年月缝 半年禁闭 剥夺后宫管理权 原先是她和陈贵妃一同管理后宫 这会全部交给陈贵妃管理了 考虑到陈贵妃一个人 可能管理不过来 皇帝又让贤妃嫔助她管理 贤妃 人如其名 贤淑温厚 四公主便是她所出 自从有了四公主后 她无心争宠与宫斗 日日待在宫殿里抚养女儿 如非必要 少有出门的时候 她背后母族强大 父亲是大将军 手握兵权 也没有人敢主动招惹她 此时 见自己被点名 贤妃也只是点点头 见此 姚妃气得红了眼眶 狠狠瞪了贤妃一眼 贤妃依旧不冷不热 看都没看她一眼 我同贤妃所出的四公主 私下关系还算不错 她跟着贤妃走的时候 朝我笑了一下 我一回她一个笑容 贤妃顺着她的视线看向我 朝我点点头 便走了 隔天 四公主便一大早来了我的寝宫 她是来寻我玩的 三姐姐 你可不许嫌我烦人 她年龄不过八岁 性子活泼单纯 笑起来的时候 天真明媚极了 我并不反感 相反 我很喜欢 当然不会 明咬最可爱了 我亲密地捏了捏她的脸颊 只是我没想到 姜明咬真的是一天十二个时辰 都恨不得粘在我身边 头一次 我与人同吃同睡 亲密到了极点 不过 想想我也能理解 贤妃这段时间忙着处理后宫事宜 估计没时间陪她 她把我当成宫里最好的朋友 自然就跑来找我了 正好 我并不反感她粘着我 默默向来是希望 我少与其他人接触 我知道她是担心我遭人算计 但关于姜明咬她是支持的 我就更加没有顾虑了 只是不到几天 贤妃给姜明咬找来了几个女夫子 教四书五经 琴棋书画 这些宫里有专门教习的嬷嬷 但都比不过贤妃找来的几个夫子 我日日同姜明咬待在一块 也就跟着一起学了 女夫子们教学严厉 但也极好说话 他们说 除四书五经 琴棋书画外 有其他想学的 也可以提出来 我想学骑马 想了很久了 但似乎所有人都觉得 女子只需要学会琴棋书画即可 所以我也不曾告诉过任何人 看着女夫子鼓励的目光 我头一次鼓起勇气开口了 夫子 我想学骑马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女夫子笑着回应我 姜明咬对这件事感到好奇 也跟着我一块 第一次坐在马上 我有些腿软 女夫子拉着缰绳 跟我说 这匹马性情温顺 让我只管放心 不到几个时辰 我已经能握紧缰绳 慢悠悠地绕一圈了 从马上下来 姜明咬欣喜地为我鼓掌 三姐最厉害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 却注意到了一个 极其角落的地方 姜明咬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 然而什么都没有 三姐 你在看什么 她问 我摇头 没什么 只是看到了一个 有点熟悉的背影 应该是我看错了 她怎么可能会来看我呢 许曼珠进宫了 骤然听到这个消息 我愣在当场 许曼珠是丞相府 嫡出四小姐 先皇后的嫡亲妹妹 只比我大了五岁 许曼珠出生的时候 大女儿即将嫁人 要封得封 要雨得雨 尤其是太子继位 许家女坐上皇后之位后 许家一时风光无限 许曼珠出门在外 都是趾高气扬的 她得罪了很多人 也眼高于鼎的 看不起很多人 我便是其中之一 从我即使起 许曼珠便对我抱有 满满的恶意 见面时 毫不留情的恶言相向 托入其来的恶作剧 让我屡屡在众人面前丢脸 她的这些做法并不高端 甚至一眼就能看出 但多的是人捧场 夸她扁我 幼时的我只能仗红着脸 听她肆意地笑 最过分的一次 是许曼珠将我推入湖里 那时候的我八岁 许曼珠十三岁 她的行为是有预谋的 先是找理由 支走了我身边所有的人 再是带着我到湖边 她笑应地将我推入湖中 看我在水里挣扎 又从地上寻大块的石头砸向我 许曼珠是真的想要我的命 万幸嬷嬷察觉到不对劲 及时找来了 我被救上岸之后 许曼珠扯乱了自己的头发 哭着说是我想害她 但她聪明 躲过去了 我之所以落水 是我自食恶果 特别特别拙劣的谎言 皇后笑容温婉地信了 心疼地安抚许曼珠 又故作大方帝替我说话 明容应当不是故意的 这次便算了 她也受了教训 父皇也信了 又或者说 她根本不在乎什么真相 只随意地点点头 我目光期许地看向母妃 她脸色极为难看 我想她会信我的 对吧 可没有 做错了事就得受罚 这样她才能长教训 难以臣妃之见 该怎么罚 皇后问 就罚她禁闭一年 好好反省反省 那天我委屈到了极点 一直憋着眼泪看着她 可她没有看我一眼 声音严厉极了 气得指尖都在颤抖 言语间全是向着欺负我的人 我被关在了寝宫里 不准外出 任何人不得探望 直到九个月后 皇后婚事了 我才得以出来 许曼珠入宫之后 陈贵妃将她安排在了 自己的片店里 一切待遇都是最好的 许曼珠每天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出现在皇上的必经之路上 将她那早逝的皇后姐姐 挂在嘴边 除此之外 大皇子那也没少去 甚至试图掌管 大皇子的生活起居 宫里出现了不少说话 说许家是想再送 一个女儿入宫了 许曼珠嘚瑟地 出现在了我面前 姜明荣 继国的使臣 不日便要入京 听说要挑选一位公主去和亲 这皇宫里 总共就两位公主 你猜会是谁去 我看着她 沉默不语 许曼珠并没有撒谎 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了 最多一个月 继国使臣就要入京了 宫里宫外不少人在猜测 皇上会让谁去和亲 是宫里现有的公主 还是另外册封公主送过去 前者不少人猜测我 姜明荣 你怎么不说话 哑巴了吗 看着这张尖酸充满恶意的嘴脸 我笑着朝她招手 许曼珠眉头皱起 但还是走了过来 眼看着人到了我面前 我抬起手 一组巴掌狠狠落在她脸上 打的人措手不及 许曼珠的认知 还停留在先皇后活着的时候 那个时候 宫里宫外 她都可以肆意妄为 有丞相府和先皇后给她兜着 而如今 许曼珠因为我这一巴掌 狼狈地摔在地上 她捂着脸 从不可置信到满眼弄火 她身边的丫鬟 更是焦急地将她扶起 姜明荣 你敢打我 向来只有她打人的份 何时被人打过 许曼珠想也没想地抬起手 这一巴掌还没落下 便被嬷嬷牵住了手腕 用力一推 小姐 这里到底是皇宫 岂容你在公主面前放肆 幸好许曼珠身后的丫鬟 及时接住了她 否则她还得摔一脚 她一手指着嬷嬷 怒火中烧 放肆 我可是先皇后的嫡亲妹妹 现在的贵妃也是我姐姐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教训我 可这句话没用 我身边的宫女侍卫上前一步 将我护在了最安全的地方 嬷嬷的声音更是没有半点情绪 小姐若是不满 大可以去找娘娘 找皇上 老奴倒是要看看 丞相之女是否可以肆无忌惮 直呼公主明慧 议论和亲之事 眼看着自己 今天是动不了我了 许曼珠更是气得不行 行 你们给我等着 她跺跺脚 转身就跑 方向是陈贵妃所在的宫殿 她身边伺候的人连忙跟上去 这一大片人就这么散了 嬷嬷 我轻声叫唤 其实说到底 我内心还是有点不安的 只是见到许曼珠的那一刻 我不由得想起那场落水 那是我第一次离死亡那么近 我更是想到了 许曼珠颠倒黑白的嘴脸 无边的怒火涌上心头 冲动之下 便有了那一巴掌 摸摸回头 眼里还藏着心疼 声音一下子就温柔了 公主别担心 想做什么就直接去做 您是公主 是这皇宫里这儿八经的主子 她一个丞相之女 还能越过了您 可是母后那边 我仍有些坠坠 公主别担心 娘娘知道了 也会支持公主的 您是娘娘唯一女儿 不少宫女眼看着 许曼珠进了 陈贵妃的宫殿 一呆就是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后 满脸笑容地 从里面出来了 这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我这 我什么都没说 只是半个时辰后 陈贵妃来了我这 母妃 看到陈贵妃 我还是下意识地紧张了 陈贵妃落座后 朝我招手过来 她神情温和 不似以往那么冷淡不耐 我压下心里的紧张 走到她面前 却被温柔地拉起手 正是我打了 许曼珠的那只手 她轻轻摁压掌心 有点刺痛 让我不自觉缩了缩 陈贵妃眉头轻皱 看向自己身边的宫女 本宫让你带的药呢 宫女立马将药拿出 我看着陈贵妃 动作轻柔地 将药膏抹在我的掌心上 母妃 您不怪女儿吗 陈贵妃抬眼 眼里并无半分责怪 荣儿 你没做错 只是下次 可以让工人来 没有任何人 值得你伤了自己 听到这句话 我眼睛酸酸地 怕自己真的落下泪来 立马低下头 不断地眨眼 药膏抹完了 我被纳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荣儿 过往的是 母妃需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是母妃没能保护好你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我在她怀里摇头 明容不怪母妃 幼时的我只能看得到表面 可当我同四公主 来往亲密了后 方才看到更多 我一个无权无势 还不得宠的公主 一切吃穿用度 完全不比四公主差 四公主的一切 是贤妃精心安排的 那我的呢 若无人给我安排 无人暗中庇护我 我怕是早死了好几回了 就如同宫里那些早逝的皇子公主 母妃 我听说丞相府送许曼珠进宫 为的是皇后的位置 到时候 大皇子也会养在她膝下 母妃安抚地轻拍我的后背 荣儿不用怕 今时不同往日 她伤不了你半分 我迟疑了一下 还是小声说 我担心她会妨碍到母妃 如果许曼珠没进宫 丞相府全力扶持的 就会是母妃 一旦许曼珠当上皇后了 我担心母妃会沦为弃子 我明显感觉到 母妃动作停顿了一下 紧接着 更是紧紧地将我抱住 这一点 荣儿更不用担心 她没这个机会 皇后之位只能是我的 等我当上皇后了 我的荣儿就是嫡公主了 我抬起头 看见她脸上 特别特别满足的笑容 以及泛红的眼眶 大皇子出事了 更准确说 是大皇子身边的太监 她原本正服侍大皇子 突然整个人不对劲起来 先是浑身泛红 紧接着倒在地上 身体止不住地抽搐 大皇子被吓了一跳 立马叫来了太医 经过太医一番把脉 确定是使用了大量的春药 虽然是个太监 但因为用量过度 这身子怕是要彻底废了 大皇子变了脸色 紧接着 许曼珠便被控制住了 太监在出事前 只喝了许曼珠端来的莲藕汤 这碗莲藕汤 还是许曼珠亲手熬制 端来大皇子这 当然是想给大皇子喝 然而大皇子没胃口 随手赏了一个太监 在许曼珠难看的脸色中 太监喝了大半碗 没到一炷香的时间 就出事了 大皇子 我没有下药 这是真的不是我做的 众目睽睽之下 许曼珠又气又急 她甚至恨不得直接说 我对你没有任何意思 我看上的人是当今皇上 可太医就在那 没喝完的莲藕汤里 发现了春药 莲藕汤是许曼珠亲手熬制 没有经任何人的手 这下子许曼珠百口莫辩 陈贵妃知道这件事后 向来对许曼珠宠溺无比的她 直接变了脸色 你糊涂啊 这可是姐姐唯一的孩子 你怎么这么愚蠢 我没有 真的不是我 许曼珠在不停地摇头 许曼哥 是你跟我说 大皇子爱喝莲藕汤 是你说 亲手做得最有诚意 我都是听了你的话 才这么做的 大皇子冷哼一声 母妃没说错 本皇子确实喜欢莲藕汤 之前母妃送来的莲藕汤 都是她亲手熬制的 但母妃没让你给本皇子下药 怪不得天天往本皇子内跑 对本皇子那么殷勤 原来是别有所图 这事还是交由皇上定夺吧 早已有人去请皇上了 在陈贵妃说完这句话后 殿外传来了太监通报的声音 皇上道 由陈贵妃带头 屋内所有人跪了一地 恭敬行礼 皇上踏入殿内 目光沉沉地扫过所有人 在大皇子身上多停留了片刻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震一下早朝就听说 大皇子这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大皇子立马将这件事 跟皇上说了一遍 看向许曼珠的目光充满厌恶 父皇 那碗汤若非小夫子喝了 而事儿臣喝了 那么这后果不堪设想 小夫子就是喝了莲藕汤的太监 许曼珠这会终于知道怕了 他跪在地上 急得眼泪都出来了 皇上 这是和臣女无关 臣女没有给大皇子下药 求皇上明见 臣贵妃冷哼 莲藕汤只经过你一人之手 难不成那春药是凭空出现的 朕只看证据 现如今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你 你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吗 许曼珠如何能拿得出来 他自己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亲手熬制的莲藕汤里 会有春药 皇上 既然如此 那不如搜一下许家四小姐的寝宫 陈贵妃提议 以往他一口一个曼珠 如今还是第一次这么称呼 许曼珠的脸色却在一瞬间煞白了 他连连摇头 不行 这绝对不行 陈贵妃皱眉 许家四小姐 若真不是你 那你为何不同意 轻者自轻 有何可惧 许曼珠的行为太过可疑 皇上眼里的冷色更重了 王德海 你带人去搜 奴才遵旨 皇上身边的太监总管王德海 立马带着人准备去搜了 却被许曼珠拦住 不行 这绝对不行 皇上目光一冷 把她拉开 立马有人将许曼珠强行拉开 并控制起来 到这个时候 许曼珠还在仕途自救 她打起了已是皇后那张牌 皇上 求您看在先皇后份上 信臣女一回 若是先皇后在的话 她一定会相信 臣女这个唯一的妹妹的 皇上还没说话 大皇子先开口了 如果母后还活着 知道自己的妹妹 居然基于自己的儿子 她一定希望没有你这个妹妹 大皇子语气稍微停顿一下 紧接着看向陈贵妃 再者 母后的妹妹不只有你一人 还有陈贵妃娘娘 以及丞相府已出格的三小姐 我与先皇后一母所出 他们如何比的 是比不得 至少他们不会和你一样 生出这般龌龊心思 许曼珠一口气堵在心里 上不去下不来 她被溺爱纵容了十多年 何时遇到过这样的事 现如今是恨不得破口大骂 又爱着皇上在 只能生生咽下去了 很快 去她寝宫搜查的王德海 带着人回来了 不仅如此 还带来了一大包春药 经太医检查 和莲藕汤里的春药一致 许曼珠还没为自己辩解 她身边的丫鬟腿软地跪在了地上 求皇上恕罪 这一切都是我家小姐逼我做的 奴婢只是迫不得已 你胡说什么 许曼珠正脱控制 一脚踢在丫鬟身上 又重又狠 丫鬟直接摔在地上 又很快跪了回去 不停地磕头 皇上一个眼神 许曼珠再度被控制住 你说说 到底怎么一回事 丫鬟便立马将许曼珠 如何逼着她买春药的事说了一遍 一边说还一边磕头 你胡说 我没有让你这么做 许曼珠闪躲的目光 毫无说服力 父皇 犯错的是主子 这丫鬟何其无辜 念在其参与其中 活醉难逃 死醉就免了吧 大皇子再度开口 皇上看向她 目光缓和了几分 点头算是应许了 丫鬟戴下去杖则石棍 赶出皇宫 至于许曼珠 皇上沉默了一下 许曼珠戴下去 先进足在自己寝宫里 听到这句话 许曼珠松了口气 她以为皇上 这是念在已是皇后的面子上 准备不予追究了 除了这些 皇上还下令 大皇子寝宫发生的事 不许传出去 更不许私下议论 尽管如此 这是闹得这么大 想彻底瞒住是不可能的 不出一天 甚至传到了宫外 我自然也是知道了 母妃 这是真的是许曼珠做的吗 我问母妃 荣儿觉得呢 母妃想听听荣儿的看法 我迟疑了一下 女儿听说许曼珠进宫 是许家想让她当皇后 可父皇到底年事已高 她兴许觉得 大皇子是更好的选择 可女儿对许曼珠有些了解 看她的反应 倒像是真不知情 且这是到底不光彩 女儿觉得 她应当是被算计了 看着母妃眼里满意的笑容 我不自觉松了口气 唇角也微微扬起 那荣儿觉得 是何人算计 是母妃吗 除了母妃以外呢 我再度思考 一个个排除过去后 我想到了一个人 是大皇子吗 对 荣儿真聪明 母妃轻轻摸了摸我的额头 那荣儿再猜猜 大皇子为何这般做 这次我思考了许久 也想不明白 先皇后在的时候 大皇子和许曼珠的关系 还算不错 他们一个是先皇后的儿子 一个是先皇后的妹妹 这次许曼珠进宫 前前后后给大皇子送了不少东西 他们之间并无仇恨 大皇子为何这般做 母妃 女儿不知 我摇头道 荣儿 因为许曼珠太年轻了 年轻是她的戾气 同样也让人忌惮 而她还过分地天真自负 她进宫想要的 不仅仅是成为皇后 抚养大皇子 还想诞下皇子 我恍然了 母妃 如果许曼珠诞下皇子 那么许家极有可能选择新的小皇子 而非大皇子 大皇子这是有危机感了 母妃点头 我的荣儿就是聪明 一点就通 荣儿 你要记住 在这宫里 没有永远的朋友 不管对谁 你都得保持警惕之心 母妃 荣儿明白 许曼珠被罚禁足后 丞相夫人屡屡地铁进宫 但每次都脸色难看地回去 许曼珠仍旧在禁足 不少人在等着看 皇上最后会怎么处理许曼珠 这一等等来了继国四皇子 和使臣入京 随着使臣入京 原本被罚禁闭的姚妃 提前出来了 许曼珠也被解除禁闭 没等她高兴 跟着送来的一道圣旨 让她脸色大变 皇上册封许曼珠为公主 不日随使臣前往继国和亲 这下子 所有人都清楚了皇上的打算 许曼珠当即崩溃了 她想去求见皇上 却被拦住 根本见不到皇上的面 于是转头又跪在了陈贵妃面前 姐姐 你救救我 救救我 我不想去和亲 我不能去 绝对不能去 陈贵妃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你不想去 那你觉得该让谁去 三公主 让三公主 许曼珠想也没想就开口了 但在陈贵妃 越发冰冷锐利的目光中 逐渐没了声音 她后知后觉 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改口 我说错了 让四公主去 四公主就正正好 可还是没用 太迟了 曼珠 你觉得你做了那样的事情 现在还能逃得掉吗 说完 她目光扫过许曼珠身后的宫女 都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把你们家公主带下去 要是出了问题 你们承担得起吗 许曼珠被强行带下去的时候 正好与姚飞擦肩而过 姚飞回头看了一眼 冷笑 倒是本宫往日看走了一眼 许曼珠再度被关了起来 这次只有姚飞经常去看吗 丞相夫人想入宫 但屡屡被驳回 听说 一气之下 直接病倒了 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宫里 继国四皇子和使臣到来 皇上在宫中设宴招待 我事先得了母妃的嘱咐 同四公主一块 同进同出 宴会之事与我无关 我安静地坐在席位上 看着舞姬跳舞 宴会进行到一半 许曼珠被带出来了 这回她看着很平静 像是彻底接受了一般 使臣对于这位公主很满意 宴会进行得很顺利 只是快结束的时候 变故发生了 跳舞的舞姬突然抽出一把剑 指指皇上 危急关头 离得最近的陈贵妃 下意识挡在了皇上面前 幸好锦衣卫反应及时 舞姬被当场拿下了 众人从惊吓中反应过来后 却见姚妃狼狈地摔在地上 姚妃脸色难看极了 她回头瞪了贤妃一眼 贤妃轻笑 妹妹这是怎么了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 有些愣住了 刚刚变故发生的时候 我与四公主身边伺候的人 第一时间将我们护在中间 他们反应得太迅速了 再加上母妃之前说的话 我顿时明白 母妃早有预料 可即便如此 看到母妃挡在皇上面前 我的心还是有片刻的停顿 母妃此举真的很成功 随武姬被带下去盘问了 皇上看母妃的目光 这场宴会就这样结束了 宴会散去 我也准备回去了 只是经过一座假山时 四下无人 嬷嬷迅速让我同一名宫女化了外衣 我意识到今晚的事情还没结束 心中不免有些坠坠的 从假山出来 我便看见母妃远远地站着 朝我招手 我的心安稳了许多 我走到母妃面前 母妃 母妃牵起我的手 荣儿今晚就陪在母妃身边吧 我点点头 母妃是又要发生什么了吗 母妃只是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发 有母妃在 没有人能伤得了容啊 嗯 荣儿相信母妃 母妃让人点了安神香 这一晚我睡得极其安稳 次日 我是被喧嚣声吵醒的 姚妃直接闯入了宫殿 她看到刚刚醒来的我 连连冷笑 好 真是好的很 陈贵妃真的是好算谋 说完 她转身大步离去了 等我用完早膳 才从其他人那里得知 昨晚发生了什么 许曼珠在继国四皇子的床榻上被发现了 这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不过许曼珠本来就是要被送去继国和亲的 只是和亲的对象 从继国皇帝变成了继国四皇子 但这事到底有伤风化 宫里人提起 不由面露鄙夷 可我却觉得后背发凉 结合昨晚的事 还有姚妃今早的举动 我不难猜测 他们原本是想对我下手 若妃母妃 那么今早躺在继国四皇子床榻上的人就是我了 嬷嬷察觉到我的情绪 亲身安抚 公主别怕 他们那都是自作自受 不值得可怜 可怜许曼珠吗 我当然不会 先不论她曾经对我造成的伤害 这次若妃她怀着野心入宫 又想让我去和亲 那么她依旧会是丞相府里无忧无虑的四小姐 是她自作自受 空有野心 还不知天高地厚 这一次 皇上下令 不准任何人看望徐曼珠 徐曼珠也不得离开寝宫半步 宴会上刺杀皇上的武姬 在大牢里自尽了 明显是有备而来 什么消息都没有查到 陈贵妃提出 一个武姬不可能有实力混进皇宫 在这宫中必然有内应 建议整个皇宫搜寻一番 皇上听取了他的建议 禁卫君带着人 一个宫殿 一个宫殿地搜 我站在嬷嬷身边紧张地看着 即便我问心无愧 可就怕有心之人故意陷害 好在禁卫君 没有从我的宫殿里翻出什么 这次大规模搜查 并没有发现任何和武姬有关的 但是另有收获 禁卫君从姚妃院子里的那棵树下 挖出了三个乌骨娃娃 一个写着已是皇后的生辰八字 另外两个写着 陈贵妃和大皇子的 我朝最忌讳的就是这些 皇帝直接震怒 姚妃 你还有何可说的 姚妃看清这几个乌骨娃娃 直接脸色大变 腿软地跪在地上 皇上 这些和臣妾无关 求皇上严查 皇上 怪不得姐姐的身体会突然不行 原来是有着污秽之物 皇上 姚妃害了姐姐还不够 连姐姐留下的唯一股肉都不愿意放过 还望皇上给大皇子做主啊 陈贵妃说着说着 眼泪落下来了 若妃身边工人扶着 她怕是要站不稳了 提及已逝的皇后 皇上眼里浮现一丝怀念 但很快被更大的怒火所覆盖 贱人 是你害了朕的曼香 皇上直接一脚踹在了姚妃心窝上 将人踹倒在地 唇脚溢出鲜血来 姚妃顾不得这些 狼狈地想要抓住皇上的龙袍 但被无情拽开了 只留下几道鲜红的印子 当天 姚妃剥夺封号 进了冷宫 巫蛊之术并非小事 她的母族通通进了大牢里 因为这几个巫蛊娃娃 皇宫中一时人心惶惶 大皇子借此机会 在皇上面前抹着眼泪 提及已是皇后 得了不少赏赐 母妃在宫中陪我温书 她听着宫人汇报的消息 唇角浮现些许笑容 荣儿 再等等 很快了 很快那些讨人厌的 都会被彻底清理掉了 没过几日 我便听说姚轩娇 也就是曾经的姚妃 自意在了冷宫 她已死泄罪 死前揽下了一切罪责 请求皇上饶恕 她的家人和二皇子 因着她这一举动 姚家逃过了死罪 全家被发配偏远地区 至于二皇子 被贬数人 驱逐出京 一场闹剧 最后以这样的方式结尾 使臣离京的时候 带走了许曼珠 尽管她又哭又闹 可还是逃不过 她走的时候 我去送行了 不为别的 只为看到 她恨到扭曲的面庞 三日后 丞相夫人溺毙在了 扶上池塘里 除了丞相夫人的娘家人 闹了几回 没有人在意这件事 因为我的母妃 被册封为皇后了 我看她穿上凤袍 坐在了凤椅上 由衷地露出一个笑容 我的母妃 终于得偿所愿了 以后 我该改口换她母后了 除了皇后之位 太子的人选也定下来了 就是大皇子 与此同时 母妃为我和四公主 请了封号 荣娼和永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丞相夫人的死 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私底下 无其他人在场的时候 母后握着我的手 眼眶见红 一开口 声音都是哽咽的 我的荣娼终于是嫡公主了 以后再也不用受任何委屈了 她是真的开心 即便眼泪已经落下来了 唇角还是止不住的扬起 我紧紧抱住母后 同样忍不住哭了 荣娼只想一直陪在母后身边 母后会永远陪着荣娼的 会看着荣娼 一天比一天幸福快乐 所有的一切 都似乎要尘埃落定了 只是我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 我会见到一个 完全意料之外的人 一个长相有几分 孝似先皇后的宫女 彼时 我正在母后宫里 自从母后被册封为皇后之后 不管多忙 都会抽时间检查我的功课 我虽是女子 但学习的内容 也有男子该学的 听到宫女说 有人有急事求见母后时 母后让宫女将人带进来了 只是见了来人 不说母后 我也有些愣住的 来人一身宫女打扮 但其容貌 让人见了一眼 便想到已逝的皇后 这人进来后 也不行礼 而是直接对着母后开口 我一个人听到 这人语气太过理所当然 让我不由轻皱眉头 宫里其余人也不高兴了 他们看着母后 只需母后一句话 他们便会将人带出去 你是谁 本宫为何要听你的 母后的声音不便喜怒 我 我是 女子声音停顿了一下 眉眼就是烦躁和不耐 我正愣住了 因为太像了 如果说原先是 同先皇后有五六分相似 那么现在是七八分了 我转头看向母后 她神情凝重 看来也是有所察觉 我一个女子能对你怎样 你让其他人都出去 我真的有要紧事 要和你单独说 母后最后还是答应了 但也不是全然答应 宫里还留了两个 拳脚功夫极好的太监 至于我 母后并未让我留下 我走的时候 回头担忧地看着母后 她回我安抚的笑容 出了宫殿 我并未离开 而是选择等待 不到半个时辰 宫殿的门就开了 我立马进入宫殿 看着那个叫我一眼 就不喜的女子 堂而皇之地坐在椅子上 母后神情温和 唇角还带着笑 她几句话 将人安排在了片店里 并且安排了伺候的人 那女子走的时候 看了我一眼 和先皇后看我的目光很像 我心中隐约有了一些 我自己都难以相信的猜测 母后 我紧紧地握住母后的手 母后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没事 母后会处理好的 我回想起方才 母后看着那女子背影时 满眼的冷意 点了点头 只是心中的不放心 还是让我忍不住开口 母后 那有什么事荣儿可以做的吗 我也想为母后分担 母后终于露出了笑容 荣儿好好照顾好自己 就足以让母后心安了 再见到那女子 是在七天后 七天前 母后将人带到了太子那 不知说了什么 太子将人收下了 只是才七天 人就出事了 我听说是试图爬床被抓 太子自从经历了 许曼珠的事后 对这种行为 非常深恶痛绝 因此 那女子被抓后 直接毒哑了嗓子 还毁了容貌 我还听说 那女子被毒哑之前 疯疯癫癫地口不择言 说什么我是皇后 是你的生母 你不能这么对我 先皇后都死了这么多年了 这人只是容貌有几分相似 其他的都对不上 没有人把她的话当回事 当天晚上 一具尸体从东宫悄悄抬出 扔进了乱葬岗 而我睡不着 忍不住来找了母后 母后 那个人生是先皇后 屋内没有其他人 我忍不住问 母后点头 即便是她也已经死了 还是被十月怀胎 亲手养带孩子杀了的 可先皇后不是死了吗 我很茫然 正常情况下 死了确实是无法再出现 但她和我们不一样 她可以做到 顿了一下母后继续道 可太子不会允许她活着 更不会允许她跑去告诉皇上 自己是先皇后 为什么 因为先皇后只有死了 才会让皇上一直念念不忘 将一切愧疚补偿到太子身上 可如果先皇后还活着 活在另一具身体里 那便是邪碎怪物了 而太子将会是邪碎的儿子 皇上只会感到恐惧 想彻底除掉 已死的人 以另外一具身体出现 没有比这更惊悚的事了 听完母后的话 我沉默了两久 纵然我不喜欢先皇后 可我忘不了 先皇后曾经对太子有多好 那真真是捧在手心里 为其绸缪 无限溺爱 太子就没有一颗的心软吗 母后 我绝对不会像太子那样 我说 那样的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来 母后笑了 母后也不会像先皇后那样 徐曼歌翻外嫡姐 是死在了我的手里 我亲眼目睹她厌气 直至尸体凉透 姨娘死得早 我自幼养在了嫡母身边 旁人都说我运气好 实际里面的心酸与眼泪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 嫡母为了维持表面形象和名声 在外人看来 但我是极好的 我的一切赤穿用度和嫡女无异 只是私底下 关上房门 无外人在的时候 我的存在连丫鬟都不如 嫡母院子里任何一个丫鬟 都能对我一指气势 更遑论面善心恶的嫡母 以及骄纵自私的嫡姐 她们把我当一个姐闷的玩意 一条护制即来挥制即去的狗 唯独没有把我当人看待 生存的本能 让我在某某懂懂的年纪 就学会了讨好身边所有人 随着年纪渐长 我讨好人的本事也渐长了 终于让我有了一丝丝喘息的空间 只是夜深人静时 难免有怨恨和不甘涌上心头 同样为人 我怎么甘心一直过这样的日子 只是我也清楚 在这丞相府内 我别无他法 我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得这么做 我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婚嫁 嫡姐被指婚给了太子 风风光光的出嫁 我开始紧张我的婚事了 我知道嫡母和父亲 并不在乎我嫁得好不好 她们只在乎我 能否给她们带来利益 只要能 即便让我给老头当妾 她们也不会有任何犹豫 这不是我想要的 可女子如何能左右自己的婚事 与其被随随便便地卖掉 倒不如进太子府赌一把 当听到嫡姐回府诉苦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于是每每嫡嫡回府 我必将伺候在左右 她素委屈 我在一旁替她生气 只是话里话外 总是有意无意提及 太子就喜欢嫡姐这样 聪慧善良 不争不抢的性格 旁人机关算尽 越趁的嫡姐洁白无暇 这些话让嫡姐很受用 只是单靠纯白无暇 也没办法在东宫立足 我又建议嫡姐 将身边伺候的丫鬟 送到太子床上 到底是自己人 用着放心 嫡姐并不想这么做 但没几天 她还是做了 只是她身边的人 也没什么用 不到一个月 送去三个 没了两个 还有一个叛变了 身边人的背叛 让嫡姐被狠狠算计了一次 差点让太子 对她彻底心冷 大嫡是快走投无路了 她们终于想到了 我温顺听话 如条狗一样的 在她们身边待了十多年 一条狗能翻出多大花浪 她们又可笑地认为 我到底是丞相府的人 会同她们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我成功进入了东宫 进入东宫后的日子也不好过 但总好过丞相府 到处都是嫡母的人 我什么都做不了 但我深知 即便进了东宫 我还是得继续伪装下去 否则凭我一介庶女 若再得罪丞相府 我毫无生存的可能 我开始为了嫡姐和那些人去斗 至少表面上谁看了都是如此 我从最开始的各种失利 到后来从一次次教训中 总结经验 提升心机 在这期间 嫡姐有了身孕 在我的千房万房下 嫡姐成功诞下皇长孙 在这过程中 我一步步成为了嫡姐的心腹 但说是心腹 只不过是她越发依赖我的帮助 可骨子里还是把我当下人看待 太子继位后 我被封为陈平 我看着和以前依旧没什么区别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欲望在与日俱增 我想要的越来越多了 只是我没想到 我会怀孕 嫡姐只把我当宫斗的工具 不允许我有自己的孩子 每每事情结束 我必然会被灌一碗汤药 确保我不会怀孕 可有一次疏忽了 独独这一次 有了这个孩子 那是我入宫后 最茫然的一个夜晚 我一夜未睡 垂眸看着自己还未想怀的小妇 想了很多很多 我在想这孩子能不能成功出生 也在想 会是皇子还是公主 如果是皇子 如果我可以将他送上皇位 那么我就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太后 可这条路不是那么好走的 稍有不慎 满盘皆输 如果是公主 一个公主在后宫里 好像没什么用处 有嫡姐在 我不能靠公主谋宠 不然就是背叛 我想到最后 偏亮了 我起身 只身前往嫡姐那 我想赌一下 即便我知道 嫡姐容不下这个孩子 可万一 我赌成功了呢 我直接将怀有身孕的事 告诉了嫡姐 在嫡姐即将发怒前跟她说 我准备以身做局 我想用肚子里的孩子去做局 陷害书贵妃 那个让嫡姐恨透了的人 嫡姐也没想到 我居然能为她做到这个地步 她看我的目光满意到了极点 我有孕的消息被散播了出去 太子登基不久 子嗣不多 她让我安心养胎 我确实在好好养 然后选择在怀胎九月的时候 对书贵妃下手 我成功了 我在众人眼里 被书贵妃推倒在地 早产了 我也赌对了 我的孩子平安降生 是个公主 听到这个消息 我松了口气 由衷地笑了 在这之前 我想过很多次 会是公主还是皇子 可那一刻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盼望着孩子 能平安降生的母亲 是男是女 似乎都不重要了 因为我先害书贵妃很成功 也因为我担下的是个公主 笛姐只是厌恶的皱皱眉 没说什么 刚出生的孩子 很轻很轻 第一次抱她的时候 我紧张到连呼吸都轻了 她就这样呆呆地看着我 难以言喻的感觉 充斥在心里 我再一次深刻意识到 她是在我腹中 陪了九个月的孩子 可我该怎么互助她呢 最开始一两个月 我几乎没让孩子 离开我的视线 我的举动 到底是引起了笛姐的注意 你就这么喜欢这个孩子 我看着她的眼睛 却不敢点头 我从小和笛姐一块长大 我太了解她了 她不允许我脱离她的掌控 更不允许我有自己喜好 从小到大 凡是我喜欢的 她都想毁了 所以我摇头了 娘娘 皇上子嗣不多 虽说那就是个公主 但或许对您或者大皇子有用 笛姐嗤笑一声 一个公主能有什么用 不过以后 或许真的能为我而笼络朝臣 随便养养就行了 因着这句话 我压下心头难言的滋味 温顺的点头 从那天起 我见到荣儿的次数 就越来越少了 我焦虑紧张到整宿失眠 好不容易睡着 又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 因着嫡姐 我得罪的人太多了 那些人难保不会趁我不注意 对荣儿下手 于是我费尽心思 将所有我觉得可靠的人 安排在了荣儿身边伺候 那些人定期悄悄地 跟我汇报荣儿的消息 让我稍稍安心 贤妃怀孕了 诞下了四公主 四公主和我的荣儿 相差不到一岁 可她们从出生起 就是截然不同的 皇上很满意 因为她原本就忌惮贤妃的母族 其他妃嫔松了一口气 为了讨好贤妃 纷纷恭喜祝贺 就连嫡姐也不例外 贤妃母族强大 她在宫中 几乎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就连皇上都不会轻易责罚她 四公主在她那 一出生得到的便是最好的 我一直不住地想 如果我也有这样的能力 那么我的荣儿 是不是也能像四公主一样 看望完四公主后 我失眠了一整晚 我回想起自己的前十几年 我从记事起 就在学着讨好人 看人脸色过日子 我这辈子 可以就这么过了 可我的荣儿不行 她绝不能成为第二个我 一辈子任人戳磨 抬不起头来 我得为她争个无忧的未来 我要往上爬 爬得越高越好 我开始变得更加不择手段 凡是挡我路的 我都会一个个除掉 嫡姐并不适合公里的生活 她恶毒又愚蠢 我便看着她一次次犯蠢 然后为她忙前忙后 所有人都说 毁了嫡姐的日子 我谋划数年 每一天都过得如履薄冰 直到意外发生 荣儿落水了 险些溺死在湖里 消息传到我那时 我的大脑彻底空白了 我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跑过去 一路上 我有想过将罪魁祸首千刀万剐 可见到荣儿后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了 我看着她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 明明是受害者 却没有一个人相信她 那天我颤抖着手 一字一句说出了最为新的话 我甚至不敢去看荣儿的目光 我不敢想 她再对我有多绝望 荣儿 再等等吧 很快了 母妃一定会为你报仇 让我彻底加快动手 是听到了嫡姐和许曼珠的对话 你要真不喜欢她 以后送她去和亲便是了 何必如此大费周折 我就是不喜欢她 让她和亲太便宜她了 不过她现在被关禁闭 我下不了手 等她禁闭结束 看我怎么教训她 我面无表情地听完了全部 我原本没想过那么快让嫡姐死 而现在我等不了了 许曼珠就是仗着嫡姐行事 只有嫡姐死了 我的荣儿才能彻底安全 嫡姐死的那天 我由衷地松了口气 这个计划我不数多年 虽然最后一个月急切了一些 但好在一切顺利 不会有人发现我的 更何况 我之前的伪装很成功 皇上未曾疑心我半分 就连嫡姐本人都不知道 她是死在我的手里 我知道我又怀孕了 这一胎极有可能是皇子 太医告诉我 这些年我喝了不少药 这一胎极有可能不饱 就算能熬到出生 也极有可能在出生时发生意外 我和孩子只能保一个 经过深思熟虑后 我放弃了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的到来 本就是我的意料之外 有了荣儿后 我未曾设想过再要一孩子 有皇子傍身固然是好 可不足以让我用性命去赌 我若没了 在这后宫中 谁来护住我的荣啊 为了除掉姚贵妃 我同贤妃合作了 在这后宫中 贤妃是少有的 不爱皇上的妃嫔 她有一点同我相似 四公主是她不可碰的逆临 贤妃也曾想过 我答应她 只要我坐上皇后的位置了 我必会忽悠她的四公主 即便日后大皇子登基 我也可保证 贤妃答应了 除了为了四公主 还有一点便是 她同姚贵妃也有就愁 许曼珠的进宫是我谋划的 我始终记得 她对荣儿做过的事 一日不曾忘 有丞相府在 若是许曼珠一直在宫外 我很难对她做什么 所以我让她进宫了 但这次 我并没有亲自动手 而是引诱大皇子来 大皇子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太了解她了 没有利益冲突时 她可以对许曼珠好 一旦涉及她的利益 她比谁都很心 我借着除掉许曼珠的机会 我连对姚飞一起收拾了 至于丞相夫人 我那面词心恶的嫡母 我不过是逼了父亲一把 让她做个抉择 她便毫不犹豫地 将其抛弃了 她以为弄死了嫡母 便可让我满意 日后为家族利益尽心尽责 可我恨得不止嫡母一人 她不过是下一个 只是我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 死去多年的皇后 重新出现了 我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 但一直以来 她确实和旁人不同 以前她活着的时候 我便经常听到 她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词汇 诸如攻略 女主 配角 以死之人 借他人之身重活 这是一件足以 让人感到恐惧的事 可人是我弄死的 既然我能弄死一次 便能做到第二次 我有何畏惧 但这次我不打算 脏了自己的手 我尊贵自负的嫡姐 没有什么比死在 自己儿子手里 更让你绝望的吧 新皇登基 我正是被册封太后 新皇是我一手抚养的大皇子 那些年她做过的 见不得光的事 我全都知道 她身边所有能用得上的人 都是我的人 连她自己都分不清 哪些是自己人 我知道她的一切秘密 拿捏着她的死穴 就连兵符 也在我的手里 即便当上皇帝了 在我面前 她依旧战战兢兢 满心怨恨 却不得不听从 我让她给我的荣儿 给四公主赏赐封地 府邸 良田 山庄 她说不得一个不字 所有的危险都被除掉了 有我在 我的荣儿 便是最最尊贵的公主 我留有一照 提前安排了自己人 我若不在了 我所拥有的一切 将会尽数转移到荣儿那 如此 我便可彻底安心 全文完